国际方面,17号落幕的美国波士顿马拉松比赛上,一个熟悉的身影引发了媒体的关注,她就是已经70岁高龄的凯瑟琳·斯维策。 凯瑟琳·斯维策从小就喜欢跑步,升大学后,她便跟随专业教练训练。 1967年时,女性还不被允许参加波士顿马拉松比赛,于是凯瑟琳就用自己名字的缩写报了名,让名字看起来中性一点。 没想到,比赛期间,她遭到一名官员拉扯,这名官员追逐着她,试图把她推出赛道,但凯瑟琳拒绝退赛,坚持跑完,最终成绩为4小时20分。 此事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,在各方的广泛关注下,几年后,女性终于获得参加主流马拉松比赛的资格。 斯维策说,如今美国58%的马拉松跑者为女性。 如今70岁的斯维策再战这个赛场,不仅跑完全程,而且成绩只比50年前慢了24分钟,着实令人惊叹。